台風來了請教院長天使輪號散落貨櫃清除情況以及防堵油料外洩進度 昨天我就已經要求各部會加強防災措施 我今天來到我們國家防災中心最主要的就是要了解各部會準備的情形 也希望各部會能夠加強準備 我也希望跟地方政府一起來努力把防災的事情做到最好 這一次的颱風來了以後 因為是台灣1400天以來第一次碰到這個颱風有登陸的可能性 這個颱風也已經到了中台的上限 所以我們要加強強風好雨的防範 減少任何的生命還有財產的損失 各部會還有中央跟地方也希望所有全民 大家一起做好防災的工作 讓我們在颱風經過的這一段期間大家都能夠平安 而且我們使生命財產的損失減到最少 洪水還有土石流的災害也能夠減到最少 昨天事故發生以後總統和我就在第一時間就揭露到這個消息 我們也立刻指示 國防部要妥善的來照顧受傷的官兵 給予最好的醫療的照顧 同時也應該要盡量對於這個事件做相關的調查 然後對外做充分的說明 至於民眾的疑慮也要求國防部跟周邊的居民做最好的溝通 政府的問題實際上在最近幾年來 根據國際透明組織的青年印象的指數排比 台灣在近幾年來已經從36名進步到25名 這是一個國際認證的事實 韓前市長一向講話都相當的聳動 也不是這一兩天的事情 那我希望他為了個人或者是政黨博取版面 他當然會講這樣的一個話 但是我希望所有的這個論述都要根據事實 不要做不必要的這個抹黑造謠 阿倫 那些人說不必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